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哇 这是不是一个很独裁的心态 你评论什么东西 他知道自己气急败坏说错话了 他知道跟大家说的 我不是呛学生 我呛的是陆委会 他今天继续追他这个题 他说我不是呛学生 我呛的是赖清德 就这样这么近的事情 一个一个一次说到反反复复 当然我们今天他又怪媒体了 你们媒体就是把这个内容掐头去了 你要整个听一下就知道 我呛的根本不是学生 好了 秦才一共 不过呢 柯文哲现在是 当大家是文盲还是耳聋失聪人呢 光是针对同性婚姻 柯文哲 你到底投什么票 你到现在三种不同的说法 就是不告诉大家你怎么投票 你有说你废票 你有说你这个 你说你没有投反对票 你又问人家说 什么时候投了反对票 反正总而言之 但是看起来你就是没有投赞成票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 坦坦率率的说出来 你不是说公开透明吗 坦率的说出来 你是不是怕掉票掉太多 你到底是什么心态 一件事情三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 那这种人格特质呢 大家能不能相信心里这个有一把尺 今天他公布了三份民调 每一份都大赢 连赖青的都赢到爬 这个翻跟斗去了 那你那么强的话 你何必蓝白和委屈自己呢 硬要被人家压着做小的 你何必呢 你自己都立出来参与不是很好吗 这个三份他大赢的民调猫腻在哪里 那侯姨有直接说 与其看自己做的民调 不如看别人做的民调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还有就是说 今天他头发梳得蛮整齐的 那有人说你是不是要跟周开连拍 那个正副总统的宣传照了 他说没有啦 今天不小心头发梳得比较整齐 是到底我们要拍宣传照 到底你是是不是要留给 蓝白和一线生机 等一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 好 这个我们先介绍 以后来宾请问介绍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 欢迎大家好 政治计创事范思敏老师 欢迎好 大家好 这是北田王瑞德 欢迎好 大家好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再来介绍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欢迎亲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政治媒体员陈东好 大家好 我们再介绍的是 前亲民党的文宣部副主任吴坤裕 欢迎好 大家好 好 讨论一开始 再来看一下这个徐春英 徐春英的状况 陆陆续续的被起底 35岁来到台湾 他来台湾的时间点 也是第一波开放中配来台的时刻 这样的时间点 以及他在上海的发展 他到底为什么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当然也引发了一些状况 跟一些老兵们之间的纠纷等等的 但是他呛台湾政府 倒是挺呛辣的 再看一次VCR 2018年11月15号 台湾新著名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英 在福建出席活动 代表上台赐词 大谈热爱祖国的心 当时徐春英以学员身份上台赐词 强调对国家认同 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不会改变 这场活动是中国台联台胞部 和福建省台联举办的研习班 出席贵宾包含南平市统战部部长庄立 活动被列为重调绩效 你看这个出席名单 南平市的统战部的部长也有出席 而且这个活动也被南平市的统战部 放在他们的新闻网站上面 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够的统战活动 发表言论的过程中 他说他以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 徐春英之前在台湾 有秀台湾的身份证 说他是台湾人 说他是台湾媳妇 看起来徐春英在中国的言论 显然跟这几天 他在台湾的言论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还要复习歌颂毛泽东的儿时回忆 徐春英到中国的活动 音乐会 茶文化典禧班 都联动当地统战任务 2018年11月9号 他带团去云南 会晤台办主任张朝德 事实时提到 看到祖国大陆经济社会 飞速发展 倍感欣慰和自豪 更提到一定会好好教育子女 增强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 教会孩子讲自己的家乡方言 他不是一个参与者 他是一个统治者 其实中共在台湾 带领这样的角色 中国对台工作 一定有统战单位角色 徐春英出席活动 自然成为样板人物 认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选中华民国立委 该如何说服选民 徐春英截稿前 尚未回应 我们看徐春英穿梭两岸 参加蛮多活动的 昨天看到的是音乐会 然后说音乐会 还有说什么统战 这是统战部办的音乐会 两岸之间的交流 李正浩再报徐春 再出席了另外一个活动 这叫做茶文化的活动 同样的也是当代表上台致辞 直接他李正浩直接点名了 徐春英就是中国统战部的棋子 他批评徐春英说谎不脸红 还理直气壮 海峡卫视接受采访说是批图 他在这一张接受访问 然后被下一个标题叫做 祖国的统一能加速 希望两岸加快统一步伐 身在异乡他们 有更多时间可以回到家乡 跟家人更多的机会重逢 他说我们有讲过 加速统一这段话 这照片是批图的 他说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是被批图的 那李正浩就说你是说谎 什么接受海峡 为什么反而是批图 参加统战医院会说是 刚好朋友有票 朋友刚好有票 你怎么刚好就在 第一排的贵宾席 所以他说你这次参加 茶文化的活动 你还说身为中国人 是永远自豪的 这一张如果把这个话批上去 你是不是要说测试批图了 徐春英的争议烧不完 民众难道继续挺下去吗 委员 这件事情很有趣 第一个我发现徐春英 是一个厉害的人 他可以非常理直气壮的 说谎话 他说谎的时候 眼睛不会扎 脸不会红 姿态非常自然 这专业不行 我们先讲 不论他的政治信仰 是统治独 不论他出身哪一国 我们的法律本来就规定 初任公职 不可以有双重国籍 美国的配偶也不行 日本的也不行 马来西亚的不行 中国籍的当然也不行 这哪里歧视了 刚好大前天 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 他说他这个小时候 他爸妈在我们南美洲的一个邦交国 现在没有邦交关系了 他在那边出生的 所以他有那个国家的国籍 哥伦比亚的样子 他在那边有国籍 他也不知道他有那边的国籍 他在去年底考上了普考 考上公务员 一查你有双重国籍 给你一年的时间放弃 否则你考上公务员的资格 要注销 我们有歧视他 大家都一样 中国籍配偶在台湾 有没有双重国籍 八重国籍 没有人理他 这没有关系 你想当立委就不可以 这是唯一的标准 他很会阶级斗争 他阶级斗争 而且会错置观念 对 是因为柯文哲要提名你当立委 当台湾的国会议员 按照我们的规定 宣誓就职前 你要拿出 放弃双重国籍证明书 否则赖培俠是阿呆 他为什么要放弃美国籍 都要一样 第二个 这个是法律 第二个是政治的部分 所有的部分去立委 你的政治主张应该是代表政党 而徐春莺就是一个极统派 他就是中国统战运用的一个人 他说我没讲 我没讲家属统一样 你婆婆 你婆婆都要被你带回去认同祖国了 你的孩子认同台湾 你觉得思想不纯正 还要带回去中国 也就是徐春莺是统派不违法 徐春莺不要急得撇心 徐春莺是统派不违法 你主张集统不违法 那是你的言论自由 我们台湾 这多元文化 但是你要担任不分区的立委 提名你的政党要负责任 所以难道柯文哲的民众党 从决定徐春莺那一刻起 你们变集同党吗 台湾出外看见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是因为他有中国籍配偶的身份 好奇怪 中国籍配偶你可以提名复查 你觉得复查有比较有争论 你可以提名上官乱 你也可以提名立雅 再怎么样我推荐我好朋友 无论开心你也可以提名 可以代表中国籍在台湾的人士 何其多 你却要提名一个 长期出席中共统战活动 主张集统 第二个在政治上的层面 徐春莺的政治主张就是集统 当民众党决定把他纳入海选的那一刻 我不管你有没有选上 你民众党是要用徐春莺代表你们的政治主张 叫集统吗 那台湾民众台湾年前要看清楚 第三个部分是徐春莺的个人 他的说谎可以说得如此自然 2016年2月22号 旺中的报导 徐春莺自称 担任中国国家级干部 因为任务特殊 还配有专车 我没这么讲 我没有那么讲 媒体写的 是旺中乱写的 把柯文哲的外交耳朵词 然后他这一次去中国他怎么讲 他说我是因为妈妈生病 我不能回去吗 而且发现不对 你参加统战的音乐 音乐会而已 那怎么算统战 都是谎言 那个音乐会是上海交通大学统战部负责 他在那个位置上 是坐在西位 还上台合照 媒体的报导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台湾的媒体 随在你买什么 中国的媒体要经过审批 什么人的名字 可以进到媒体报导文字里面 要经过中共中宣部的审批 所以徐春莺的名字 可以出现在中国的媒体 中国没有自由媒体 中国说媒体都是党媒官媒 所以你的重要性 而且他跟上海 上海统战部的主任是平起平坐 所以基本上 你根本都在说谎 他还讲说 我已经没有那边的身份 所以没有国籍问题 你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吗 说谎 所以徐春莺的说谎 参加中共的活动 这一切不是你徐春莺的错 要提名徐春莺当不分区立委的政党 要负起说明的责任 我现在觉得 柯文哲跟民众党一推二五六 还选啊 他自己要说明清楚 不对 提名 为什么民进党要讨论说 要不要那个瑞莎 我们觉得他可以代表我们的形象 瑞莎他不合资格 我们就没办法了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卢燕 因为他体育的正面活动 可以代表民进党的形象 这个都是因为提名不分区 代表政党形象 吴思怀代表国民党的形象 当时国民党付出的代价 同样的道理 今天徐春莺成为话题 民众党才是需要说明的 柯文哲才需要说明的 我告诉你 徐春莺你根本不用出来说明 你到时候要当立委那一天 放弃国籍就好 但是国人会不会因为你 而拒绝把票投给民众党 这个是台湾民众民主的选择 所以我最好讲的就是 柯文哲基本上 当你记不记得黄国昌的房子 出问题的时候 柯文哲怎么讲 他自己要说清楚 当时他本来传出要叫黄国昌 当法务部长 要叫黄国昌当部分区 当黄国昌出现他们家有 侵占国有地的时候 柯文哲没有帮黄国昌讲话 他自己要说清楚 蔡壁如的论文出问题的时候 他有没有帮他的爱将蔡壁如说话 没有 他自己要说清楚 然后还把它除掉 好奇怪 徐春莺到现在还不是民众 党的不分区立委 现在还不是 他可以为了他气急败坏 不管是呛高雄大学学生 或者是他照他自己讲的 呛赖清德 呛陆委会 你为了徐春莺 呛东呛西 气急败坏 而且还讲说 把他连接到 为什么要欺负所谓的宗沛 奇怪我们哪有欺负宗沛 这个就放弃双方国籍而已 所以柯文哲比较奇妙 柯文哲为什么这么护着徐春莺 到底是出于爱 出于不得已 还是出于什么 引人瑕疵 好 他这个捍卫徐春莺 最经典的的话是什么 他又没有进入司法 凭什么评论 那你以后不要对民进党 不分区立委 说三道四 没有进入司法 你凭什么评论 这什么逻辑 卫明姐我先讲 我现在搞不清楚 徐春莺到底哪一句话 我们可以听 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在说谎 这件事情还是要回顾一下 9月到11月 徐春莺不在台湾 当时大家问他们 他讲说 他是去参加 两岸相关的家庭的活动 除了这个以外 他没有去其他活动 就后来被抵震要揭露 不对啊 你有去统战的活动啊 改上改口 前面已经说谎被打脸了 马上改口 没有 那个是音乐会 票是别人给我 第二次被打脸 你什么时候去看到 中国这种官方的统战活动 没关系的人 可以坐在第一排 统战的活动 你可以支持 我们有一堆朋友 有去中国学术交流 或任何活动 坐在第一排 那是要拍照的 那个所有的人 是位置被排好的 你会跟这个活动没关系 他档次蛮高的啦 你看他参加查文化活动 他也是上台支持的代表 政战部部长讲完话之后 换他讲 后面还有人撑散 这不是我们 就算我们去也没有这种档次 好不好 这个简单讲就是统战的棋子 用一个我们年轻人听得懂的 我们要去看那个 Blackpink啊 我们要去看Coldplay啊 摇滚虚 我要去看张慧妹的演唱会的票 慧敏送我两张票 我进去看 我会不会被张慧妹 叫去台上合照 你慢慢等 你设定一辈的 随便给我两张票 我进去坐着看完之后 我不只做第一排 拍完了之后呢 上台站在正中间来合拍 然后还上媒体 我拿过那么多张演唱会的票 从来没有歌手叫我上去合照过啊 他是标准样板 他根本 他有他的身份地位的 第二个 中国的统战跟中国的动作 已经出手了嘛 最近台湾这个月都在讨论徐春英 中国的公势嘛 环球时报开始配合徐春议题 在带什么风向 在台湾啊 在这个宝岛啊 民进党歧视外配 怎么这么刚好 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中国批评民进党了 跟柯文哲这两天讲的一模一样 随着你绿下去 中国的讲法跟柯文哲的讲法都一样 台湾几十万个中国的配偶 怎么不能有一席代表 说真的 我们认为中配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 你中国籍的配偶以外 你到底是不是来台湾 根本是做统战的 你是中配代言人 还是来做统战的代理人 所以这个事情 他有义务要讲清楚啊 问得好 我觉得他目前为止没有讲清楚 再来第二个 我认为柯文哲 其实几年前就讲过了 我给大家看他2016年 柯文哲的讲法 统战对不对 我们现在讨论统战 我相信全民啊 95%以上都认为 统战的人我们不能接受他嘛 但没有 柯文哲不是这样想 来我们来看2016年 柯文哲的讲法 柯文哲说 统战在台北污名化 只是双方文化的隔阂 所以我们讲这么多干嘛 柯文哲这么不care统战啊 对起来完全相反嘛 柯文哲是根深蒂固 认为统战不是问题 所以徐春莹 他无论是参加统战活动 参加完了之后当支持者 支持完了做第一排 甚至把他徐春莹三个字 变成是中国来看待台湾的新住民的样板 这件事情我特别要提哦 柯文哲他如果提徐春莹 他唯一的理由是讲 他是新住民代表 他是我们的中配的代表 可是如果各位观众 我们上网去查 徐春莹的新闻 你查到他哪几个真的替什么 新移民啊 替宗沛啊 在帮忙 在台湾的 不然是就学 台湾的一些弱势的服务 或台湾融入文化的事情 我基本上讲 我没查到几个 查到徐春莹新闻 全部都是中国官媒的新闻 全部都是统战活动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所以他是重点对象 重点中的重点 统战代言人 统战代言人以外 柯文哲也知道这个背景 所以决定要提他嘛 最后一个我要讲 昨天在我们正知道的节目 创夏哥有提到一个人 叫做李真军 我特别要再提一下 这人我特别去查了 英国面对的情形 跟台湾一模一样 李真军他是11岁 从中国移民去英国之后 开始大举着 帮忙中国人民移民到英国 所有的权益 所有的福利 所有的协助 融入英国社会 看起来跟徐春莹像不像 像 结果在190年代 他开始去担任 中国大使馆的顾问 这时候就有点怪怪的 最近在这两年 正式被MI5 英国的情报机构 把他列为 影响力间谍 叫间谍 然后而且把通报 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 叫大家要跟他小心接触 后来有个事情 在英国那我超大 我补充最后这一点 这一个李真军 就是英国版的徐春莹 捐献给英国工党的政治人物 政治献金 被揭露 在英国引发起轩然大波 被痛批 就是发现中国已经不是只有 说来这里 帮忙我们的中国人移民来这里 是开始介入我们的政治 而且后来他高举说 中国的移民 在英国要有参政权 外面姐 有没有觉得跟徐春莹一模一样 你看到下面还有照片 徐春莹在2019 不是徐春莹 英国版的徐春莹 李真军 他在2019年 跟习近平握手的照片 也被相关的情报单位也公布 所以不是只有台湾面对中国 想要介入我们的政治 再提防 英国也这样做 所以更何况是 每天想要并吞台湾 想要攻击台湾的中国 而这件事情 我认为K文哲完全不care 好瑞德 什么叫做统战被污名化 统战就统战 再到来叫什么污名化 统战就是统了又统 战了又战 统了半天 把国民党从中国 那么大的土地 逃到台湾来 这个就是统战的厉害 所以当时有个人说 要反统战回去了 现在在崇拜毛泽东 我讲坦白 毛泽东真的厉害 把国民党统了这个样子 那么其实2018年11月22号 南平市委统战部 他在网路上发了一个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里面 当天 那么他报导是南平市委书记 那么在此之前 有参加一个活动 南平市委书记 也是统战部的部长 叫庄丽 那么参加一个 所谓就是什么两岸的 什么婚姻 有的没的活动 他里面有一个 来自于台湾的代表 名字就叫徐春英 他讲 我们永远是两岸和平 发展最忠实的捍卫者 我们对国家的认同 对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不会改变 那么参加这次研习营 更有利于把在大陆的 所见所闻告诉家人 尤其是年轻一辈 进而让更多的台湾人 了解大陆 那这个徐春英 是不是就是现在民众党 要推的徐春英 我想问一下 那么当他 人不会因为弄一个领巾 对不对 是粉红色还是红色 然后你就认为说 他就是少年先锋队 还是这个红卫兵 可是徐春英讲的 他从小到大的 这是他从小到大的 学的儿歌 这个是他的认同 或怎么样 我也不要求你说 全部都把他抛到一边去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新加坡人不会说 自己的祖国是中国 那么美国人也不会说 自己的祖国是英国 同样的道理 你徐春英 2018年的时候说 那么对国家的认同 身为中国人的 自豪不会改变 请问你当时的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吧 请问你现在 如果不分区立委 你要立委宣誓的时候 你要忠于国家 请问这个国家 是中华民国吧 你的国家认同 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 很简单吧 所以呢 你他后来不是直接 这个呛那个陆委会主委 邱泰山嘛 说难道 难道这个两岸存在 国与国的关系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啊 两岸当然就是国与国 你当时忠于国家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现在徐春英 要当部分级立委 宣誓的那个 对那个忠于国家 当然是中华民国 那当然是国跟国 他是一个国 我是一个国 难道你不认同 我们是中华民国 难道你不认同 你是中华民国的 部分区立委吗 很简单啦 徐春英也不用去那边讲说 什么要到中国去放弃国际 不用这一团啦 开个记者会 直接宣布 你从现在开始 中华民国 台湾人 唯一的国籍 就是中华民国 你再也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子 这样就好了嘛 你是不是要让他 在中国红操家灭族啊 没有错 妈妈还在上海 我跟你讲 中国小粉红 绝对不会放过他 台独 马上就台独了嘛 开玩笑 你就是徐春英三个字 就台独了 定于说就没辑了 他敢讲 他敢讲 毛泽东 当年在重庆 所谓的国共和谈 毛泽东跑到 蒋介石的面前 将委员长 然后回去三个月后 带着枪打进来 顶如我说 那个故事 是因为抗日结束了以后 美国为了让国共 不要再打内战 所以呢 那么美国大使 陪着毛泽东 从延安坐飞机来 那个重庆 结果 开完会以后 那个出来以后 毛泽东突然拉着 这个蒋介石的手 他在喊一个 蒋委员长万岁 然后中华民族万岁 大家误以为说就和平了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以为他臣服于蒋介石了 对 蒋介石也好高兴 毛泽东臣服于我了 图书馆管理员 终于不是我这个 大军阀的对手了 最后呢 四年就把你搞掉 但问题是 重点来了 他是毛泽东 他不是徐春英 我问你徐春英敢吗 徐春英敢吗 你啊 我也感觉 我也感觉 柯文哲很好笑 为什么呢 柯文哲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徐春英 结果谢力公 谢力公跟黄珊珊 这样来跟你拔公 引荐过两次 那到底怎么回事 是谁在说谎 我想坦白 你就是说谎的高手 你就是个政治无赖 讲白了就这样 你还要让这个 等于说徐春英 自然出来面对媒体 一而不分骨 你为时 资格是你们审核的 是要民众当审核 怎么会是徐春英 自己出来 我跟你讲 让子弹飞 非常的炮弹 非常的飞弹 最后把柯文哲的民调 弄了六% 掉下来 雪崩式下滑 而最奇怪的是 你们竟然还要让徐春英的效果 不断的发酵 你可以发现这一次影响最大的其实是 中间选民跟年轻人的选票 柯文哲的支持度 砰的整个暴跌 柯文哲现在领先全轮好不好 范老师 我给你请教一下 柯文哲自始至终 他有没有说过两岸 到底是不是同属一中 他有没有说过 他目前还没有说过 他没有说过 但是他做了 他让徐春英排在 不分区名单里面 是不是就表达了 他两岸之间的立场是什么 不是这样吗 那徐春英的两岸立场是什么 希望加速统一 对 这是不是柯文哲的心声 不分区就是要代表 政党的价值跟理念 所以我必须要讲 徐春英这个人 因为他是文革结束的时候 考进大学 这个复旦大学 所以算起来 如果他1976年文革结束是18岁的话 他从文革因为十年 文革开始他全程参与 八岁 比如说他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他就结束到文革了 然后到小学结束 初中高中结束 文革结束 他刚好念大学 那我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大家说徐春英的口才那么好 口才便捷 说谎 这个完全不脸红 他是经过长期训练的 这文革时期 对不对 你斗我我斗你 就每个人要掩饰自己 要加强自己的战力 要把别人斗倒 把别人斗倒 我才能存下来 有你没有我 有我没有你 那个是阶级斗争为刚的一个时代 所以徐春英是道道地地 接受红卫兵 从红小兵 从少年先锋队 一直到红卫兵的训练 甚至他有参与其中 所以他完全是目睹了 这个文革的十年 所以他跟我们台湾人的思想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种 你看他的反应 或者说他的这个口才 这么的便捷 我在斗争大会上 我讲不过你 我就完了 就我口才要比你更好 对我讲不过你 我可能就被斗争了 所以那个再是一个 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训练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刚刚讲过 为什么刚刚讲过 这个像刚刚讲英国 什么李真君 中国在利用的是什么 民主国家你的软乐 对 这叫什么 瑞实力 什么意思 你民主国家 你不是有言论自由吗 好好啊 那为什么不能谈统一 为什么我们这个红统的媒体 不能存在 言论自由就应该让各种 媒体都存在啊 你们不是民主吗 那民主为什么我们这个中配 有三十六万人 我们没有办法 有人可以代表立委 没错 可是我还问的是 我们要相对啊 你今天你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我们的媒体进不去 你利用我们的媒体言论自由 你进来了 你渗透了 你在那边大放决池 攻击我们的政府 搞到后来我们的民主政治 因为这样而崩落 老师 其实极权国家 会利用民主国家 自由民主的关系 对 就是想尽办法渗透进来 对 我觉得他可以这么做 问题是 民众党的柯文哲 开了这个门 很简单 柯文哲为什么要开这个门 今天很简单 你中国如果也是民主 我们也可以去那边投票 也可以选举 不是像现在的什么 全国人大 台湾代表团 那些都是 都是橡皮图章 如果你也能够 开放民主选举 公平公正公开 那我们也开放你嘛 这相对的嘛 是 所以为什么你看美国 后来把孔子学院 包含欧洲都关了 表面上你说 在做中文教学 实际上在做渗透 在做情报收集 而且你可以堂而皇之的 打着这个学术自由的名义 到美国到欧洲 去设孔子学院 美国可不可以到美国 到中国去设 美国学院 华盛顿学院 不行啊 完全不对等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他 我们就不能 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也可以禁止你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 这些客观者打说 哇这些中配啊 应该有发言权 那我请问一下 我们台湾人在中国 有没有办法选出 所谓的 有实真正 有政治影响力的 国会议员 进入到中国的 全国人大 没有嘛 你看香港就好了 香港就对 香港就如此嘛 那么来看 马上你看 果然中国就跟着 打折谁混上了 开始进行认知作战了 徐春莹之后 警戒了你看 中国新闻网 结婚十年却不得定居台湾 民进党打压 陆沛惹众怒 环球网 结婚十年 却不得定居台湾 这个 这个比较怕被告 打一个问号 民进党打压陆沛惹众怒 香港新闻网 一模一样 别人看这 都好 中国人看 民进党在这儿 十年来还不给人家定居台湾 事情是这样吗 当然会很生气啊 而且你能告他吗 你没办法搞他香港 你去哪里告 你去给哪里告 徐春莹 徐春莹要怪谁 加速统一 是谁报道的 我没有这么说过 海霞卫视 今日海霞节目 所以徐春莹身边都是谜团 他身边他没做的 他被访问的被批图 他没说的 人家塞到他嘴巴 你知道海霞卫视 海霞卫视就专门 对台湾做统战的 海霞卫视 很多节目事实上 就在自央视的啊 今日台湾 他会随便乱搞 乱搞你徐春莹吗 如果你觉得徐春莹不是有代表性 在新住民这一块 做得有名声 人家会找你 你结果你现在讲说 他是批图 没有讲过这个话 所以是海霞卫视搞你的 就你的 中国你的祖国 自己搞你徐春莹了 2017年10月25号 很难解释 这个是批图的吗 看起来 批不批图我们哪知道啊 这个要问徐春莹啊 没事被批他图干嘛 而且不是只有这一篇啊 还有全国台链 里面还有一篇啊 也是讲类似的事情 所以徐春莹去到那个 他很会撇清耶 我觉得这一点 我瞧不起徐春莹 你要拥抱中国 我觉得没有是问题 我们是保障这一点 我们连洪秀柱主席 他要加支持 他要主张统一 我们都接受了 还能怎么样 就你会尊重这样的言论自由 但是你要成为 我们的立法委员 柯批的台湾民众 要提名当立法委员 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再讲的是两个层面 丁宇他们刚才讲 一个是法律 国籍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你要扶公职 你就必须要放弃外国籍 而且要提出证明文件 这是法律 董哥我想请教你 他明明是一个政治精算师 徐春莹明显让他在中间 已经年轻的票受到影响 他为什么硬撑着 表态 你应该问说 他有什么不得意 表态 表态有什么不得意 他有什么不得意 我们都不要去揣测 这是一种态度 当我要提名徐春莹的时候 这是一种态度 他不会不知道 徐春莹可以采取 我们很多活动也都会找他 可是跟徐春莹 你要不要成为一个 我们怎么讲 就中央民国 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那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表态 国民党也有提牛春莹 只是他没有进入安全名单而已 上一次 但是你一样 你要考虑到法律的问题 国籍法的规定 你怎么办 他不管啊 所以上次 这不是他考虑的啊 上次国民党是因为牛春莹女士 他没有进到安全名单 上次就会开始 你国籍法20条 不是民进党定的 这条法律存在很早了 那为什么两个政党都会有 所以国民党跟民主党表态 现在谁表态的分数比较高 谁表忠的效果比较好 朱立伦还没公布部分区 看朱立伦这次会有谁 吴敦毅的时候是有吴思怀 你记得嘛 然后牛春莹大家没有讨论 而且陈敏凤的朋友的朋友的梦里面写到说 吴思怀要放进安全名单 这样比较有资源 比较容易有资源 到底是哪来的资源 我要讲 为什么你看国民党跟民主党都不会谈这个事情 你要知道国民党这次 让共产党照顾很多 这个等一下再让你讲 好 我们先进一下 国民党这次国民党共产党照顾很多 照顾了什么 马上回来 徐春莹 这个民众党提名了他 徐春莹在两岸交流当中是有地位的 所以参加活动当中几乎都可以代表中配来这个台上致辞 这是有档次的 不是阿妈阿狗就可以上去的 这是大家要注意到的 他参加音乐会 这叫做统战音乐会 不要再狡辩了 是做海警第一排的贵宾席的位置的 这位置也不是随随便便排的 好 如果说民众党排了徐春莹 是让中国觉得不错 民众党表现不错 国民党压力大了 您刚刚讲到说 这一阵子以来 中国对国民党是有照顾的 当然有照顾 那这一回不分区 要不要再搞个比许出现更猛的 看朱立伦怎么选择 朱立伦去解释这些事情 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个是 今年8月30号 在山西的运城观光庙 一个是夏立言副主席 旁边那个你比较陌生的 是宋陶国台办现任主任 为什么跟你讲这张照片呢 那个时候在影射一个人 被遗忘性天人公物 就是在影射郭台铭 帮着国民党处理郭台铭 在施压 当然国民党可以不承认 这个就是在施压郭台铭 为什么 8月的时候 还在为郭台铭 打个摸摸摸 后面有没有出手 鸿海被查碎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出手 他在介入选举 中共在介入选举 宋涛 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在夏立言旁边讲 国民党为什么 一直会有一个 在不掉的红帽子 为什么 不客气地讲 在马英九总统时候 其实他们就要防美国了 防范美国 是 具体的一直在哪一次 就在马锡会 你知道马锡会的时候 AIT 是在要曝光前没多久 才告知AIT 为什么 因为当时国安会 还有马英九总统 都不怕美国了 美国会有意见 我讲这话 我一定要负责 所以一直压到最后 才让AIT知道 因为你也不能不让美国人知道 我所记得的 当时AIT是惊讶的 因为这个事前 他们没有事先写报告 国民党为什么 始终会有红帽子的问题 为什么在不掉 不是每一个国民党都那么亲共 那么亲中 从马英九总统 那我问你民众党和国民党 现在谁比较红 这个我觉得很难分 因为我在想 你问我到底谁比较红 我真的要认真想一下 谁比较红 你回答不出来 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差 所以徐春英事件真的是 我觉得没有差太远 柯文哲急起自追 从墨绿冲到粉红还不止 对不对 我刚才觉得没有差太远 好 再来看看 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期 就是很注重两岸交流的 所以这会要在高雄选举的 李明璇被发现说 曾经参加过 这个共青团举办的活动 当然了 这个台湾激进党是直接说 你是不是有参加共青团 他接着说 我没有参加共青团 共青团不是真的可以参加的 好 那么但是他确实有参加 这个相关的共青团举办的活动 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件 这对李明璇 李明璇就像红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VCR 国民党高雄立委参选 李明璇手拿着报案单 案类是妨害民运 他要告网友 指控他亲中 因为有网友引述人民政协网 标题是 签名台胞青年聚北级 其中李明璇担任 台湾组团方的领导 正在台上发言 文章中还提到 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 国台办共青团的领导 分别为各分营受引起 我参加的就是一个台湾学生为主的交流活动 除了第一天一个简单的开幕仪式 还有最后一天的闭幕式 接下来的行程都是在观光 没有什么加入共青团 这太扯了 李明璇自然被抹红解释 他当时交流的主办单位 叫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就是台湾同乡会 但是这个解释外界在提出质疑 中华台湾同胞联谊会 这个联谊会它背后 其实在我们陆委会 其实在昨天晚上也有出来认证 然后就是说这个全国台联 它的背后 其实就是陆委会所认证的 李明璇这次受到国民党的征召 参选高雄第八选区 包含了迄今前镇小岗 一向被视为胜率选区 是否具有目的性 是否具有中共的任务性 我想他应该要对于社会大众 来表示清楚 在中央有立委提案指出 中共对台各式的渗透不断 受与台湾人党政军系统职务 进而作为统政宣传 认为应该要加重处罚 从现在的五十万法环 要加重到一百万意识警惕 好 李明璇其实也是有角色的 这个人民日报力捧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报道的标题是这样 千名台胞青年聚北京 共化中华龙脉情 哇 你看看 千人夏令营开营仪式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 国台办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领导 分别是各分营受其营 台湾组团方的领队 就是由李明璇代表的领队发言 所以他也是代表发言了 他说他参加的是两岸大学生的营队 不是共青团 他说而且他参加什么全国台队 不是台湾同乡会吗 官员告诉他说 没有 这个叫中共组织 不是台湾同乡会 然后李明璇现在 在各用算了 不要开玩笑了 他说 好 如果转发 他曾经加入过共青团的话 他不排除 见一个告一个 干嘛这样皮买不理 来困一胸 从徐春莹到这个李明璇 现在这个选情的影响是怎么样 好 我这样子讲 这个李明璇 因为长得比较漂亮 所以我稍微同行他一点 他 他当年那个去参加那个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时候 他真的是有可能 他可能如果大学生的时候 很多人他其实是真的有可能不知道 那个那个活动的性质是什么 他自己可能是比较亲 说想要跟中国打交道的那一边的人 但是谁把他找去的 他的老师带队的人 他一定知道这个背后的性质 他抓了一堆台湾学生 然后过去对岸 我这样子讲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的统战工作 一直在强调叫做三中一清 第一个三中就是中小企业 中低收入 那个中南部 然后一清就是青年工作 所以非常流行办这种青年交流团 然后到那边就落地招待 那背后有很多时候 你只要不是核心工作人员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那个背后操作单位是什么 一直要到比较大的活动的时候 才看到那个人物 才说介绍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共青团来了 然后统战部来了 谁谁谁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李明学也不必那么呛 你反正就不小心 我可以当你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 你就是被统战部给弄了 大家在这个过程 从徐准英到 这个李明学的这个事情里面 大家最好搞清楚一件事情 必须去认识一下 统战部是在干嘛的 大家一直 我们现在对于对岸 都只认识国台办 可是我告诉你 国台办只是一个窗口单位 国台办没有资源 真正有资源 在做统战工作的 叫做统战部 那么 现在中国需要统战的对象 除了台湾还有谁 全世界他都要统战 那个Shop Power就是全世界 对啊 全世界 掌澳条 可是统战不是要统一的吗 统一作战 不是 联合次要打击主要 联合次要对 那个委员讲到对 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那个才叫统战 联左拉中打右 你看联合都搞不清楚 而且 而且从国共内战之前 不许统战是针对台湾 对 不不不 阿比拿的统战 你把它想成统一 统战是一种作战的方式 我今天要打范世平 那我先联系 我明天才要打的王瑞德 先把他打死他 然后我后天再找 再干掉 一起在打王瑞德 对 国民党就这样被共产党吃掉了 所以他现在斗争 然后我也可以拉伊朗对美国 对对对 对统战是否全世界 他现在用伊朗 用哈马斯 统一战线 超线战争 那叫统一战线 好 一个就毛泽东讲过 他的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 第一个党的组织 第二个就是枪杆子 然后第三个就是统战 统一战线 所以统一战线 他就是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他的手段就是什么 渗透分化颠覆统战 他都说我现在要渗透进去 你这个组织 然后统战工作在台湾有什么 不见得在台湾 在全世界 他要做统战的话 有几个目标 第一件事情收集情报 那习近平曾经 我们曾经听说过 习近平骂他们的台湾 在2014年 那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骂过他们家的 那些所有对台工作人员 你们连情报都搞不清楚 你们搞 你还做什么工作 什么叫做工作 就是统战 那我请教你 柯文哲为什么说 统战在台湾被污名化了 是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被污名化 所以我那个 就如同他 他一直在讲海选 海选搞不好 就是中南海选 简称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让我觉得 整件事情被你打 突破盲场了 盲场出来 然后他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要渗透 渗透完了以后 做什么事情 他第一个要收集情报 第二个要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 有的叫拉出 有的叫打入 就比如说 把我现在现有立法委员 拉去中国那个方向 那叫拉出 打入了 像我就像我现在 要把徐春英 这个可能是 跟我比较亲近的人 打进立法院 这叫做打入 他叫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完了 第三个事情是要干嘛 那他就是要 渗透进你的脑部 也就是说你的指挥系统 包括军事的 包括政治的 以前蒋介石身边 就被渗透了一堆 都是中国的间谍 这些人都是 都是帮他做情报 甚至是用他们来影响 这个决策系统 第四个事情是什么 他就做文宣 要占助舆论的制高点 然后去影响 整个社会舆论 所以统战工作 非常广泛 那么无所不在 那你觉得 李明璇跟徐春英 算不算是 中国成功统战的 一个样板 徐春英是比较 成分大的 我一直怀疑 他跟统战的关系 统战部的关系 实在有千丝万缕 据我们所知 比如说我们去 大陆做生意也好 或是去接触也好 我刚才很少碰到 统战部的人 统战部的人通常 不会随便出来 他会藏钱 所以那个什么 我可以到处 我到处都会碰到台来的 我接一下这个问题 坦白讲李明璇 比较像样板 可是徐春英 比较像协作者 对对对对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样板可能 我不小心当了样板 是 或者我参加了活动 被拱到了台上 不小心宣传了 所以李明璇讲 我那时候年幼无知 或者我那时候年轻的活动 我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徐春英说 我就回家 我妈妈生病而已 我只不过参加个音乐会 我朋友给我两三张票 那就是扯谎 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 坦白讲 刚才你还提到一个 柯文哲讲说 污名化统战 柯文哲其实是很危险的 柯文哲把 他用一些话 去美化了中国 对台湾的混合战 认知战跟统战 他反而是在美化他 可是柯文哲却有意无意的 去污名化那一些 不管在网路上 在媒体上 为台湾努力发声的 这些年轻人 叫他们1450 叫他们网军 叫他们是蟑螂 其实他们 柯文哲 他身边骂的这些人 都是没坦腾没坦了 勇于替台湾发声 却被污名化 所以李明璇这个事件 我讲 李明璇这个事件 基本上他参加的活动 都是中国统战部 辖下组织的活动 可他是不是那个组织的人 我们还在了解 好 来 明显 李明璇红了 因为他现在沉寂了 一段时间之后 他突然又说 我希望柯文哲来 可以来帮我站台 这一句话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觉得柯文哲现在是最红的 我是说红色的红 所以他要搭配样板 请他来上台 帮柯文哲再添一个柴火 明璇 都会出力吧 明璇当初第一个 他就支持两岸交流 参加两岸交流的活动 国民党立场是这样子 就跟罗森伯格AIT的主席 来台湾三遍来 他希望鼓励两岸对话 就两岸要交流 交流是第一个 一规定一线有两岸条例的规定 然后有秩序的交流 你先说柯文哲就好了 这是我们立场 不能想当何说 当何说你国民党就像民众党一样 就是都红帽子都戴在那里 不是大家都支持 都认为了 我觉得这两回事 照现行的规定 两岸条例 两岸人民条例去互动 我觉得这个不能扣上红帽子 你就是卖台 你就是亲中 我觉得只要讲亲 还有柯文哲站台 你们不处理 我觉得我们很多 现在的参选的立委 蛮焦虑的 特别在都会区 台北市的很多立委 遇到他们都心里面 其实都希望把选票 极大化的情况底下 当然看板都挂出 跟侯尔也何过要看板 可是心里面还是想柯文哲来站台 可是李明璇开这一枪 最爱讲的 徐晓星反正常常常 不是他说那么快 他是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 我觉得有他的风险在 所以李明璇讲的有点快 我觉得是他也是反映很多基层 要参选立委人的心里面的焦虑感 好 广告中 我们有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嗯对不起 哦 嗯对不起